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最后期限是4月20日 不签字就打 当时长江两岸的局势是这样的 北岸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准备就绪 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一千多华丽的战线上 蓄势待发就等一声令下打过长江去 在南岸是国民党装备精良的守军 双方在紧张对峙中 4月20日的长江 江面雾气矮矮 慢慢江水缓缓东流 显得异常的平静 此刻 举例中国人民解放军 渡江战役发起总攻的时间 只剩一天了 长江北岸 解放军渡江作战部队 已经做好战斗论备 只剑在一张张伪装往下 一门门大炮直指长江南岸 等待着总攻时刻的到来 设在各前沿阵地的解放军观察哨所 高度戒备 透过望远镜 密切监视着对岸国民党阵地的一举一动 谁也没想到 几十分钟之后 一场震惊世界的长江事件即将发生 由此引发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一场 外交较量 4月20号上午8点30分 江面上的雾气还没有散去 这时候解放军第八兵团炮兵三团 在位于镇江以东45公里 三江营的阵地观察所 突然发现有一场情况 江山下游约500米处 从薄薄的雾中 渐渐露出一个黑乎乎的庞然大雾 一艘军舰在陈雾的笼罩中 若隐若现 观察所炮兵从望远镜中看到 这艘来历不明的军舰 从上海方向游东向西 缓缓持来 若无其事地闯进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区 并且朝着解放军阵地方向 开了过来 两军对峙阵前 怎么会突然出现一艘军舰 一艘来历不明的军舰 究竟它是国民党军舰 还是外国军舰 观察所立即向团指挥部报告 这时候只见这艘军舰 开足马力速将而上 离解放军阵地越来越近 观察所的炮兵 甚至透过陈雾都能清晰地看见 这艘军舰编号是F116 后面挂着米子旗 显然这是一艘英国军舰 那么一艘英国军舰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出现在这个地方 在国公两军火炮射程之内 如入无人之境 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 一百多年前的1840年 那段对中国人来说 既漫长又屈辱的历史 1842年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后 清政府被迫签订了 中英南京条约 这就是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照片上是当时中国内核的情形 在南京条约签订后的一百年间 外国兵舰在中国内核 可以说是横行无际 这是1943年 中英签订中英新约 直到这个时候 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核的航行权 才被废除 这艘编号为F-116的军舰 是怎样的一艘军舰呢 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的仔细辨认 原来这艘军舰是英国皇家海军 紫石英号快速护卫舰 我们来看看这几张照片 紫石英号是改进型黑天鹅级轻型护卫舰 由史蒂文森船厂建造 1943年11月2日建城下水 该舰排水量1475吨 长91.3米 宽11.6米 吃水2.9米 主机功率4300马力 航速20节 额定官兵192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紫石英号在大西洋 为盟国的商船护航 二战结束前夕 他又直接参与了 对德国海军的作战行动 欧洲战场的战事结束以后 他又被派往远东地区 那么紫石英号 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 突然出现在国共两军阵前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形势 1948年末 解放战争大局已定 国民政府首都南京 岌岌可危 照片上这位就是Ralph Stevenson 拉夫四代文讯 英国当时的驻华大使 英国见国民党大势已去 就要求他向国民政府 提出以下要求 由于中国政局动荡 请求准与英国 在长江上海至南京段 江面上的航行圈 同时请求准于在首都南京 停泊一艘英国皇甲海军的 护卫舰或驱逐舰 1948年11月 南京国民政府同意 由英国远东舰队派一艘军舰 停泊在南京附近水面 每月轮换一次 这个地方就是当时军舰停泊的位置 距离江山大约65公里 离上海大约200公里的航程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就是1949年3月 停泊在南京的军舰半旅号 到了1949年的4月 这艘军舰就该换防了 而即将跟他换防的 正是紫时英号 英国驻华大使 拉夫斯·戴湾逊知道 国共两军即将在长江水域 发生大规模战役 或许他为此感到不安 4月7日 他指点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 他姓梅登 艾勒斯·戴湾逊 让他不要在这个危险时刻 派军舰到南京来替换半旅号 可梅登却不以为然 在他眼里 解放军的武器装备 就是小米加步枪 他们是不会主动向英舰开炮的 就算开炮 也不会对英舰的强大火力 构成威胁 1949年4月16号 梅登决定仍然派紫时英号去南京 19号上午8点 紫时英号离开上海 向南京开去 就这样 经过一天的航行 4月20号 紫时英号出现在 镇江附近的江面上 这个时候 距离解放军既定渡江日期 不到24小时 对于突然出现的紫时英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官兵 应该如何对待呢 我们先来看看 紫时英号所处的位置 这个地方叫三江营 为什么叫三江营呢 可能是因为长江 淮河 大运河 都在这里汇合 这里离扬州东南有20公里 离镇江东北大约30公里 江中心有一个沙州 叫扬中岛 这个地方地势比较高 往周围看去 运河里的船只和湖港叉 都一览无语 如果戴上望远镜 那么南岸的田野房屋 甚至国民党的炮兵 都看得一清二楚 这里江面比较窄 是很好的进攻出发地 呼兵从这里扬帆起航 是非常方便的 而对岸的阳中岛 有平缓开阔的沙州 这就是一个很理想的登陆场 可以看出来 这个位置是解放军 发起渡江战役的关键位置 紫石英号的航线 直接威胁到了解放军渡江路线 解放军决定 向紫石英号名炮警告 迫使其撤离 8点30分 解放军炮仪团 向紫石英号发炮警告 为了防止击中英舰 弹着点选择在英舰左前方 但是英舰显然不为所动 于是解放军炮兵 第二次明炮警告 对解放军的警告 紫石英号不予立场 继续前进 只是展开大幅英国国旗 表明身份 同时命令其炮塔 转向紫石英号 炮兵阵力 从8点30分 解放军向英国军舰发出第一次行动后 真正的转向第一个小时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紫石英号 终于发出交互 长江上响起了炮声 紫石英号在逃离中搁浅 长江口外应见非常行动 接二连三 逃跑的人总是跑得最快 为什么此事惊动了英国朝野和各国媒体 档案正在解放军 1949年4月20日上午9点30分 解放军和紫石英号打起来了 那么究竟是怎样开启火来的呢 1957年英国导演Michael Anderson拍了一部电影 叫Yang's Incident 中文译称杨子江事件 它从英国人的角度 讲述了紫石英号事件 我们从英国的Average Production 买到了这部电影 下面我们来看看电影中的一些画面 感受一下1949年4月20日 那个清晨 当天清晨 对解放军的警告 紫石英号飞弹置之不理 反而向解放军开了炮 一时间大炮其名 炮弹呼啸着向解放军阵飞过去 紫石英号继续全速前进 解放军沿江部队开始反提 炮弹向紫石英号打军 第一发炮弹从紫石英号上方飞过 落进长江里 第二发炮弹 一枚七五毫米的穿甲弹 直接打中紫石英号 骑甲板上方四英尺的地方 把舵首试穿了一个直径三英寸的洞 舵首当场炸死 他倒下时把舵卡死 紫石英号一时失去了控制 9点35分 在玫瑰道以西大约150码的地方 紫石英号停下来了 他搁浅了 从被炮火击中到陷入贪贯状态 前后总共只用了五分钟 紫石英号事件引起了人们的疑问 中英双方究竟是怎么打起来的 事件发生后 英国外交部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 说英国军舰在中国洋子江上 遭到敌对炮火攻击 英舰紫石英号受炮击受伤 这个声明有点含糊其词 他既没有提到人民解放军 也没有说炮火是来自长江的哪一边 为了更好地了解当时双方交火的经过 我们从外交部的解密档案中 找到一些相关文件 我们来看看这份文件 英国紫石英号军舰入侵我内核 及我军还击后其受伤的经过报告 这份文件写于1949年4月26日 陈述人就是这位 当时的炮三团政委康毛钊 在当上炮三团政委之前 他是新华社华东野战军前线分社的社长 所以是个新闻记者出身的军人 在这份文件中 康毛钊详细讲述了当时的作战经过 四月二十日上午九点三十分 位于三江营阵地的炮三团七连观察所 发现悬挂英国旗的军舰一艘 由口岸东方向驶向我军阵地 团部接到报告后 立即命令各连带命实弹射击 并指示如鹰剑不向我射击 我意不向其射击 如鹰剑竟敢向我挑衅 立即坚决还击 文件中描述 此时英号军舰通过我方七连第三炮位之后 发现北岸我炮兵阵地 首先立即开火 我方立即还击 文件中有一段描述挺有意思 我们来看看 英剑现有华公八名 其任通一支碧士田 证明英军首先炮击我军 但云获悉操演炫有自问 当时不是操演的时间与地点 我一笑硬直并告知 国人不应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了 为什么人家打了我们的嘴巴 还要说是摸脸呢 毕某立即向英军官称 我知道 确袭英剑首先攻击了 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和解放军打了一仗 受伤了 搁浅了 可这还不是事情的结尾 这只是整个紫石英号事件的开端 接下来 还有更多的英国军舰会参与进来 更多的事情还会发生 军事纷争是越演越烈 那么 先后参与到这里边来的 还有哪些军舰呢 紫石英号被解放军炮火击中 搁浅在玫瑰岛一溪 大约一百五十码的泥潭 这就是紫石英号准备好它换防的那艘军舰 伴侣号 伴侣号是CO级驱逐舰 也是由史蒂曼森船厂建造 排水量两千五百三十吨 这是郡级重巡洋舰伦敦号 排水量九千七百五十吨 还有黑天鹅级青形护卫舰黑天鹅号 排水量一千三百吨 这四艘军舰加起来总都未达一万五千吨 除伴侣号以外 这些军舰都参加过二战 实战经验丰富 火力强大 那么 世界究竟是怎样发展的呢 这几艘英国重量级军舰 又是怎样卷进来的呢 它们又是从哪儿赶来的呢 这是一封电报 1949年4月20日上午九点四十六分 据紫石英号搁浅仅仅十一分钟 在与解放军交火后 紫石英号发出了这封紧急电报 电报中称 紫石英号有严重伤亡 请求停泊着上游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紧急支援 离紫石英号距离最近的伴侣号 收到了这封电报 过了三个小时 他赶来了 半旅号 吨位比紫石英号要大得多 火力配置也更强 半旅号向紫石英号加速驶来 同时 所有的炮塔都转向了人民解放军的阵地 半旅号卷进来了 长江上的事态将如何发展呢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 英国电影《杨子江事件》中 是如何描述当时的情景的 当天下午一点半 半旅号朝三江营全速开进来救紫石英号 半旅号来势汹汹 他一边开炮 一边以每小时二十六节的速度顺流而下 这个速度相当于时速五十公里 企图一举冲过解放军炮火控制区 接近紫石英号 挨过打的紫石英号很清楚 在这样密集的炮火下 半旅号这样做毫无意义 只能是自讨苦吃 于是联盟通过无线电通知半旅号赶紧撤退 然而这个劝告已经太晚了 半旅号在靠近紫石英号时 再次遭到解放军炮三团七连的射击 连重五发 此后这艘舰便利用解放军火炮射击有限的弱点 躲进解放军射击死角猛烈还击 营舰上配有八枚一一四毫米主炮 加上舰炮射速较快 因此 面对解放军的三门七五毫米野战炮 优势非常明显 给解放军造成了一定的伤亡和损失 然后半旅号就试着靠近紫石英号 想把它从潜滩脱走 就在这个时候 解放军炮三团一连的三门日制一零五毫米六弹炮 与附近步兵部队的三七毫米反坦克炮 先后开火 击战中两个炮塔被击毁 剑巧被击中 半旅号失去了战斗力 一度航向失控 这场炮战前后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 之后 弹痕累累的半旅号冲出火力网 顺流而下 半旅号一路仓皇逃窜 一直到了上海附近的水域 与英国远东舰队的重巡洋舰伦敦号会合之后 才停了下来 据我们查到的英国海军方面留存的档案 半旅号上的航海日志是这样记载的 他们当时的航速是二十九节 大约相当于时速五十四公里 据说 创造了当时长江上航行速度的最高记录 真是应了那句英国谚语所说的 逃跑的人总是跑得最快 当天晚上 半旅号还给子氏英号发来电报说 早上我们还会回来的 天黑以后 子氏英号为了配合救援 他加紧抢修 自行浮上水面 重新开到江面上 但是他毕竟严重受损 所以只能在原地等待救援 显然四月二十号这场激战 解放军是大获全胜 但问题是 这一仗打下来 事情就算了结了吗 英国远东舰队要紧急救援 伦敦号重巡洋舰点火启程 这可是当时解放军连舰队没见过的重型武器 长江上将会发生什么 解放军将领们之间有着怎样的默契 档案正在揭秘 杜江前夕 中共中央对外国势力的武装干涉 是有思想准备的 我们来看一下 在杜江战役部署上 特意让二爷紧靠三爷 三爷在杜江后 沿浙干路进军 四爷迅速南下 以备不测 突破敌人长江防线后 三爷十兵团占领江阴 无锡苏州 九兵团主力迂回到南京以南 指向上海 骑兵团沿京杭公路直插杭州 完成对南京的包围 二爷三兵团出辉州 沿浙干路前进 保障三爷侧翼 其余部队摆在浙干路沿线 这样武署用意很明显 万一美国出兵干涉 解放军有足够的兵力应付 显然当时防备的主要是美国人 谁也没想到 最后跟英国人打起来了 而且在炮打紫石英号后 针对增援的英国军舰 冲突一再扩大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下午十七点 英国驻华大使斯黛文逊 给英国驻北平领事包士敦 发了一封紧急电报 我们从外交部解密档案中 找到了这封电文 这封电报主要强调了下面两个内容 一 他希望包士敦采取一切方法 通知中国最高当局 要中国军队保证这几艘军舰的安全 并为救援工作提供充分便利 第二 他希望告知中方 这几艘军舰 完全是在执行人道主义的任务 是为了在秩序混乱的时候 撤退外国侨民 与此同时 前委素玉也向前线部队发来电报 询问事件的具体经过 这封电报主要有三点 一 被击乘的F116号舰 是否确系国民党舰 二 作战时的确实情况如何 是否该两舰先向我开炮 三 应黑天国号伦敦号 现到底在何处 是否有报复的行动 是否有替国民党 阻我渡江之阴谋 这封电报的时间是4月22号 也就是事过两天后 从电报内容看 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官兵 似乎是把紫石英号 看作是一艘国民党军舰 给痛打了一顿 另外 电报中还提到另外两艘英国军舰 黑天鹅号和伦敦号 也就是说 长江上的中英之间冲突 已经扩大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二十号下午 英国军舰伴侣号 试图营救紫石英号失败之后 英国黄金海军 立即又派出了两艘军舰 参与这个行动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 伦敦号众巡洋舰 和黑天鹅号红尼舰 这两艘军舰 黑天鹅算是比较小的 可伦敦号 这上面有八门 八英寸的大炮 八英寸什么概念 二十公分 这可是当时解放军连 见都没见过的重型武器 总之 这就是英国远东舰队 副司令梅登的如意算盘 用重型武器 压制我方炮兵阵地 掩护紫石英号撤退 那么这次两军交手 结局会是什么样呢 我这里有中国人民解放军 前委素裕 向中央的报告 他在里面汇报了 有关伦敦号救援的情况 我们先通过影像资料 来看看当时的情形 二十一日上午 鹰剑两艘 剑名 炮马不详 四季伦敦号 黑天鹅号 一为巡舰 一为炮剑 经营遇港时 该剑就向我阵地 发射猛烈排炮 我寄予还击 该剑炫己西去 使至太兴以西江面时 复遭我炮击 复东方 沿途不断向我炮击 我亦不断还击 下午该剑即向江英方向逃窜 整个炮战中 据英方统计 伦敦号 共发射八英寸炮弹 一百五十五发 四英寸炮弹 四百四十九发 阵亡十三人 伤五十四人 解放军方面统计 最后伤亡人数 二百五十二人 但经过这次激战 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 企图武力解决 紫石英号事件的计划 彻底破产 两艘军舰带着雷雷弹横 向下游上海方向逃去 这场炮战 留下了一桩 纷柔了几十年的公案 那就是 到底是谁掀开的炮 解放军前委 向中央的报告中说 是伦敦号先开的火 可英国人始终坚持说 是中方先开的火 双方各执一词 那么 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这就是当时担任 第十兵团司令的叶飞将军 一九五五年 叶飞被授予上将军衔 几十年后 叶飞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 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真相这才大败于天下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早上 在发现英国军战之后 二十三军阵地前沿的炮兵 实际上已经进入临战状态 虽然当时并没有下达命令 装填炮弹和下达射击入园 但实际上 各炮都已经自行装定了射击诸员 也已经装填好了炮弹 只要一拉火锁 炮弹就会朝英舰打去 十点左右 一排二炮炮长梁学成 看见英舰即将从自己的火炮射箭内射出 也可能是过于紧张 便一声令下 放 炮手闻声手动 几乎是条件反射一样 就拉断火锁 第一发炮弹呼啸出汤 射一声炮响后 其他的炮也都跟着打了起来 甚至友林阵地上的部队 也都误以为上级下达了开火命令 于是纷纷开火 就这样 一场激烈的炮战打了起来 有意思的是 叶飞将军在树里面有这样一段记录 叶斯莱殿查询 你们怎么同英国军舰打起来 谁先开的炮 我立即回答 英国军舰先开的炮 电话撂下后 我马上拨通了陶勇同志的电话 我说 江面上的军舰是英国军舰 我们把英国军舰打伤了 上面来查情况呢 陶勇同志怒气冲冲地说 有什么好查的 我最好的团长都给他们打死了 文武双全的人才呀 他说不下去了 我和陶勇定了攻守同盟 都说英国人先开的炮 这是解放军在渡江战役中的五位总前委 从照片上游左机右的顺序是 素育 邓小平 刘伯承 陈毅 谭振林 我们现在知道 是一派二炮炮长梁学成擅自开炮 才引发了以伦敦号军舰的炮战 但是我们怎么也找不到梁学成的照片 据说事后他被关了五天禁闭 还得了梁前伟的外号 当然这是大家的戏程 因为在当时只有这五位总前伟 才能够下令开炮 这一位是当时二十三军军长陶勇 因为这件事陶勇得了毛泽东一句话 那么喜欢打军舰就去海军吧 果然陶勇后来调到海军 任东海舰队司令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 关于这段掌故 叶飞将军后来是这样写的 解放后 我和陶勇同志谈起这段往事时 只有一消了之 如今 这件事已经成为历史事件了 我想不妨把当时的真实情况公之与众 不知陶勇在天之灵已为如何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号 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度过大将 四月二十三号 南京解放 此时 英国军舰紫石英号 依然孤零零的躺在长江边是篱滩上 一只猫获得了英国国家纪荣语勋章 它做了什么 中英之间在谈判桌上如何较量 连声说 Stu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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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英号命运如何 档案继续揭秘 紫石英号事件让英国朝野乃至世界都感到十分震惊 一时间纽约伦敦巴黎日内网各地报纸 纷纷在显要位置刊登了相关报道 世界媒体在感到震惊的同时 对英国人在此时此刻 闯入待命渡江的人民解放军火控区域 并与之发生武装冲凸的做法 感到十分不解 当时各国媒体对这件事做了很多报道 我们这里有这么几份材料 1949年4月21日 伦敦自由党新时报说 英国人要问 为什么在昨天羽扬自江上被炮轰至英国船只 要恰在这个时候向上游航行 纽约先驱论坛报巴黎版军事记者专闻 认为英舰事件属强有力英舰队的失败 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真正战斗力的一个清楚的指标 该文称 西方军事领袖必须完全重新评估远东军事局势 事实上是必须评估全世界的军事局势 这件事在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 的确 杨子江上的炮声震动了英国朝野 一时间各界议论纷纷 其中言辞最为激烈的就是那位保守党议员 前英国首相邱吉尔 据说当时在下院他是情绪激动 挥舞着双全质问政府 你们为什么不派两艘航空母舰去武力暴富 但是事实上更多的人还是比较务实的观点 最后英国政府开始寻求外交解决途径 接下来关于子时英号艰难的接触和谈判 开始了 这只大黑猫名叫西蒙 它可不是一只普通的猫 它也是子时英号军舰上的一个重要成员 它是一九四十年 子时英号在香港听靠补给的时候 船员把它带上船的 因为可以保护舰上的粮食 免受老鼠的祸害 西蒙成为舰上的吉祥物 而且根据海军传统 西蒙还成为了正式的现役船员 我们看他的照片 西蒙在舰上的待遇似乎很不错 电影《杨自江事件》里边有这么一个镜头 水兵们百无聊赖地在等待 西蒙心安理得地在享受着 西蒙心安理 del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奖章是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设立的 用来表彰英国军队的动物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 西蒙是第一只获得这种奖章的猫 看来打仗不打仗不重要 重在参与 至于紫石英号上的船员们 在被困期间他们肯定不像西蒙那样轻松和镇定 这是当时紫石英号停靠的位置 在镇江东摇附近水面 这是解放军炮三团在镇江指挥部的驻地 1949年4月27日凌晨 康毛钊收到了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愿意为紫石英号滞留问题 花费太多精力 于是向第三野战军作出如下指示 为创造和谈气氛 早日解决问题 以利日后中英友好 对紫石英号只采取监视措施 不准缴其武器 集中其人员 断其燃料 要协助其医治伤员 供给其生活用品 这位是紫石英号代理舰长克仁斯 Lieutenant Commander John Kerens 1949年5月2号下午 炮三团政治部宣传部股长戴国梁 带着两名战士 坐着山板登上了紫石英号 同舰长进行了简短的会谈 戴国梁向克仁斯 转达了来自南京 刘伯承将军的心寒 心中表示 只要紫石英号待在原地不移动 他就可以保证紫石英号的安全 对这个会谈结果 克仁斯非常高兴 当晚他就向梅登 转告了会谈的结果 在这次会谈中 克仁斯还向戴国梁提出 请解放军帮他们买蔬菜 三天以后 也就是五月五号下午 一个当地小贩 坐着山板 靠上了紫石英号 给他们带去了六十五斤马铃薯 他还顺便给船上的华工 烧去了一封信 邀请他们参加 镇江警备司令部举办的招待会 根据这里面的记录 从1949年5月24日到7月22日之间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部 中英双方就紫石英号事件 一共进行了11次谈判 这里有一份谈判记录 谈判双方 中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 袁仲贤 英方是代理舰长 克仁斯 我们来看其中一段对话 袁仲贤说 英国军舰侵犯中国内核 及中国人民解放军阵地 这显然是一种侵略行为 这是中国人民不能原谅的 克仁斯的回答是 请与我陈述 我无权讨论该事件之责任问题 我可否与袁将军讨论 使紫石英舰安全驶离长江之问题 从这个对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双方关心的完全不是同样的问题 中方希望英方就原则问题道歉 而英方则明确避开责任问题 提出要中方先放了军舰 正因为如此 从五月到七月底 三个月时间里 双方一直在僵持 你说你的理 我说我的理 没有任何结果 那么在这三个月里边 紫石英号舰上的船员的生活 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这些问题 答案里也有记载 我们来看看 这里有一段 对燃料粮食问题 需其向市场购买 并声明履行责任以后 放行紫石英号 紧细仪仪技术问题 柯仁斯又要求 恢复其晚间点灯 即派人进城买报纸 这些中方都答应了 这张照片上 是紫石英号舰上的水柄 他们正在等待家书 风火连三月 家书底万经 看到我们的高兴劲 从外交部的解密档案中 我们还找到一封信 这封信 是紫石英号上 两个受伤的水柄 写给解放军的 对解放军战士 对他们的照顾 表示感谢 这两个士兵 一个叫Bannister 一个叫Martin 尊敬先生 我们想要感谢您 和您的兵士 为您给予我们 我们想要感谢 每个人一位 为您的方式 为您的方式 为您的相伴 和您的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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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书上 我们也有很多朋友 这会很难为我们 说他们的相伴 我们只希望 我们希望 那一天 您和您的民族 会来到我们 所以我们能够赔回一些的爱情 你和你的人们都给予我们 我还剩下你的亲爱的朋友 Samuel James Bannister 和Kate Martin 7月30号夜里 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 给紫石英号三个月的被困生涯 画上了句号 那么台风 一个自然现象 又是怎么结束了紫石英号事件的呢 海军对气象是最为敏感的 台风来的时候 中国人民解放军沿江许多炮兵阵地 纷纷调整部署 疏忽了对紫石英号的防范 晚上 一艘从汉口开往上海的 名为江陵解放号的客轮 驶过紫石英号停泊的水域 紫石英号趁机起爆 靠近江陵解放号 尾随在客轮后面向东逃跑 解放军发现后 先向空中发射了信号弹 命令轮船立即停航 随后两岸炮兵一起开 紫石英号一边逃窜 一边开炮还击 一时间江面上火光冲天炮声不断 在混乱中 江陵解放号不幸被炮弹误中起火了 渐渐下沉 紫石英号不顾一切向下游逃窜 正好前面是还有国民党控制的天生港 紫石英号赶紫石英号赶紧躲到港内 紫石英号终于逃到了长江外的宽阔海面 而英国官方对此却不满意 认为紫石英号没有经过批准擅自出逃 据说外交部对此相当不满意 当时美国的纽约时报有这样的报道 英国大使对紫石英号逃跑异常愤慨 因为英国海军当局与行动前位于使馆商量 致增加今后中英外交关系之障碍 据说美国联邦调查局一个官员 听说了紫石英号事件后 连声说stupid stupid stupid 人家打仗你把军舰开进去 这是第一 受了伤又派兵增援 这不就跟当年英国人在钢果河上 打土著人一样吗 这是第二 救不出来留在那有吃有喝就好了 你又要逃跑 这是第三 真是蠢 那么中方对此又是什么反应呢 我们仔细看了当年的材料 发现这里边还有一些秘密 这是中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委的一封电报 里面是这样说的 如果英舰接应紫石英号 或紫石英号擅自逃跑 则给予坚决打击 但在打击紫石英号时 不要将其击沉 也就是说 你跑 我打你 但不打死你 看来 解放军前线指战员 对于中央的精神 是心灵神灰了 有的史学家说 在无法获得英国政府认错道歉的情况下 中共中央不愿意为此耗费过多的精力 对于紫石英号的逃跑予以默认 只是在事后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予以谴责 此外再也没有进一步的反应 可以看出 在处理紫石英号事件上 中方当时已经显示出了灵活的外交政策 一场惊动世界的外交事件就这样结束了 与此同时结束的 是外国兵舰在中国内核横行的历史 是敌国主义在远东的炮舰政策 是上百年来弱国无外交的局面 有意思的是 英国后来成了最早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之一 大家可能都想知道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 紫石英号的下落 1957年 英国导演Michael Anderson 拍了一部电影 叫《杨子江事件》 我们已经看过很多画面了 这部电影里 有一件非常逼真的道具 那就是紫石英号 据说为了拍摄这部电影 英国皇家海军 康慨地把紫石英号借给了剧组 随便使用 可没想到的是 在拍摄过程中 许许多多的爆炸场面 是军舰受到严重损坏 不得不解体贿赂 所以 我们今天在节目里看到的紫石英号 那不是道具 就是紫石英号 是否认为了 我们下落了 这部电影里 就是赶紫石英号 是否认为了 他还没想到 在简单的地方 是否认为了 这部电影里 是否认为了